在宇宙大質量行星死亡之後留下的殘骸就是默充星 由於會高速自轉並發放電磁輻射被譽為宇宙燈塔 當輻射速周期性感測過地球 科學家就可以觀測到 而尋找默充星就是坐落於貴州平堂的 中國天眼最主要的任務 這一座全球最靈敏射電望遠鏡 去年啟動了巡天觀測項目 截至今年3月新發現了201火默充星 其中包括一批最暗躍的默充星 40火自轉周期以豪秒計的豪秒默充星等等 結果將挑戰現有銀河系電視分佈模型 分佈有重要的意義 由1968年開始 科學家首次發現默充星以來 一共記錄了大約3000火默充星 有學者說中國的這個項目 可能主導未來默充星發現 最終完成完整的銀河系默充星普查